所以說這個這個現在我倒覺得大家不用急著 因為自己的好物或說自己在心裡面 對這個政治人物的既定印象去評論 他的功或過因為對象不同 族群不同大家想法都是不一樣 既然是民主社會也不需要 你怎麼可以說他比較好沒有他很糟他很糟 也不需要這樣好不好來 接下來 剛剛我們這個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造成了國民黨裡面所謂審籍的情節 第一次的分裂然後第一次的分裂完然後呢 然後就是第二次的分裂這不廢話 因為第一次的分裂完了總統只選一次嗎 當然不是接下來還有 接下來還有來到了1992年這個是90年 二月政爭第一次黨內大規模權鬥 到了1992年94年 當時我剛剛不是講的黨內已經分成了主流跟非主流 非主流其實就是比較外省精英 那主流就是以登輝為主的這些人 那分成這兩派之後呢 那到了1992年94年 這個立委 立委選舉 立委選舉先 立委選舉 立委選舉的時候 照理來說 我們國民黨裡面 欸我這個主流派的這個老大是總統啊 所以應該是要主流派拿到的席次比較多 但沒想到在這一次立委選舉裡面 對不起 非主流拿到的比較多 非主流是誰 趙少康先生 趙先生 當時呢 以他為首的這些這個 青年 青壯派 精英 就囊括了比較多的立委席次 所以 所以 在 這一個國民黨裡面的勢力 就 此消彼長了 本來主流贏 但這一戰裡面 看起來非主流 暫時 這個 佔上風 暫時佔上風 後來 趙先生就 離開 就成立了 新黨 新黨成立之後造成什麼 這個就是實質上的分裂 以前是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跟你吵架 現在皇子在說 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了 去外面自己買房子了 那我們就分家了 正式分家了 這個就是非常實質的分裂 而當新黨成立之後 造成的結果 大家很清楚看到 在1994年的 台北市長選舉 最後誰贏了 阿炳贏了 為什麼 因為 趙先生拿到了 42萬票 國民黨的黃大洲 反而被擠到第三名去 這個就是 非常實質的分裂 非常實質的分家 而且 對 當時的國民黨 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 而對當時的民進黨 提供了非常大的養分 應該這樣講 來 這個 當事人 剛才指責 他講的話 某些對方 我不太同意 因為 指責現在開玩笑 他現在是國民黨 中央黨部的當權派 當權派 這次對李登輝先生的往生 講得我覺得太軟了 也講得太相怨了 李登輝對國民黨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們看結果論 昨天李登輝先生走了 民進黨 時代力量台聯如上考比 為什麼對他如上 他沒有加入過民進黨 他也沒有加入過時代力量 為什麼對他如上考比 我們回想 當時 大家記不記得 許信良的夜奔敵影 這能補助 原本的影 後來傳出來叫做奶水論 指責那時候太小了 我們都是當事人 那種國民黨對李登輝的痛苦 沒有李登輝 民進黨怎麼會那麼快速的成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民主對李登輝當時做的 到底是他的目的還是他的手段 我們要把它搞清楚 他很多是他的手段 大家講他是民主 剛才講了這個 講了這個總統直選 總統直選 那不是他真的想要民主 他是他的手段 他是要連任總統 他搞出來的手段 至於該不該這樣做 那當然個人有個人的 每個人看著看法 現在時代潮流 也就是這樣子走的 我們再看 我是新黨的第一代的人 我們當時為什麼要搞新黨 我那時候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我在國民黨的這個 是十四選 我在看到了李登輝是怎麼獨裁 這是我要離開國民黨 加入新黨的我們的原因 再看當時為什麼神水扁會贏 我相信在座當時參與過選 因為那年我在選台北市的市議員 當時趙陽先生我們覺得他勝算有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國立大學的教授 我們離開國民黨 我們去加入新黨 我們希望給國 當初新黨要立什麼名字 叫新國民黨 內政部不准 那時候總統是李登輝 他不讓我們用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才把國民黨拿掉 叫新黨 用國父 我們這兩個字是國父的墨寶 國父寫的字 新黨這兩個字就是國父寫的字 把國父的字 copy下來的 所以當時如果說沒有李登輝出手 當時的市長不會是陳水扁 我相信當時參與工運的 我們春起先生大家回想一下 郭政良回想一下 當時沒有棄黃寶城 陳水扁會贏嗎 當時有棄 市長啊 市長啊 棄黃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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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誰喊出來的 趙昭剛喊出來 這是事實啊 趙昭剛怎麼喊這個 這是事實 民間多少他們的動員傳到民間 我們那是 我不知道我家裡還有沒有存 我們的朋友就跟我們看 李登輝的人 人馬就出來 我們類似講說 黃大叔大概會輸了 我們要不要讓趙昭剛喊贏 大家掉頭陳水扁 那個棄黃寶 應該是棄黃寶 趙昭是新黨又不是國民黨 李登輝是民進黨 不是李更遠 他已經出去了 Anyway 同一個集團 零給外人不給家農 當然要給陳水扁 怎麼會給趙昭剛 我要講 民國83年 恨意更強 1994年類似的 市長跟台北市議員的選舉 我是參選人 我們當然非常之清楚 是啦 沒有棄黃寶 在陳水扁會贏嗎 那時候的市長就是 現在 那時候的歷史大概又要改寫了 對 那時候的市長就是趙昭 因為如果有趙昭 國民黨能夠不改變他的路線嗎 還要繼續去搞台灣獨立嗎 我跟各位報告 所以說我這一次 昨天我看到國民黨訂那個調 我身不以為然 我覺得講得太軟了 也太曖昧了 李登輝我個人 我不是有恨 對他恨意 因為我跟他沒有時間 我們以前他當主席時候 我們 我們有開過會 我們都到過總統府 都OK 但是李登輝我們必須講 人走了 我們也必須得講實話 他畢竟這不是牽涉到個人的問題 他是牽涉到兩岸的問題 1992年92共識 是他主政的時候搞的 可是為他要選總統 他要拉攏 所謂的那些派系 他搞的借級用人 各位有沒有回想 那個借級用人 把兩岸的從此又做了一些改變 這些種種的如果說 你現在說還要講很曖昧的 他是民主先生 如果國民黨還認同 他是民主先生 我不知道 我是不會替國民黨 做這樣子的背書 可是我熱愛我的黨 我是覺得我們黨裡面 也要有正當的論述 確實國民黨的這個 尤其像我們這個委員 他經歷過 幾乎是完整的經歷過這樣的 這個時期 那你要說他 有蒙受其力嗎 看來是沒有 但深受其害可能有 如果說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黨 深受了其害 國民黨也深受了其害 那蒙受其力的是誰呢 就是 不是王世堅議員 是您代表的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朋友 王世堅都是靠自己當選 對啦 我說是民進黨的朋友 世堅議員是沒有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個佑正兄 這個剛剛提到的第一次 台北市長民選那一次 1994年那一次 我雖然沒有參選公職 可是我那時候有出很多力量 去動員去服選 其實說實在話 那一次趙昌康的失敗 是敗在他自己 他在選前兩天跟選前一天 他從台北市東南西北四大方向 動員他們深藍的 所有的車都開出來 對 所有車 對 所有的都出來 所以那個引發了我們本土派 台灣派的危機感 所以是選民自動棄保 這非常清楚的 我相信以趙昌康先生的聰明才智 其實他非常知道 其實當初失敗就是敗在那一點 他去激發了台灣本土意識的危機 好 那我講話 我認為李前總統 其實他非常清楚 我們不能以他曾經講過 一句話 兩句話怎麼樣 是不是不得當什麼 就論斷他 我認為李前總統的貢獻 這三大點是不可謀標 就是第一點 他讓台灣意識成長 他確定民主台灣的價值 第二點 大家冷靜看他那時候 他主政的時候 他讓台灣經濟高度成長 那麼也讓勞動所得 大幅提高 大家可以看這個都有數字 這不是我們亂講的 你看當年1992到1999 他執政的時候 他執政的時候 經濟成長率6.5% 出口成長率6.3% 失業率才2.2% 實質的薪資平均成長率是2.7% 你看那個之後 那個之後當然 陳水扁執政 或者馬英九執政 當然各有很多 國際上不利的因素 不過不可否認的 經濟成長率降低 4.9% 馬英九才3.1% 出口成長率 陳水扁拉高 還比里登輝高一點 9.8% 但是馬英九摔退4.6% 那失業率更不用講 就大幅提高到4.3% 馬英九的4.6% 薪資成長率也是 阿扁的時候還振得 還有0.2% 馬英九的時候竟然負的 負0.3% 所以不可否認 李登輝前總統他主政的時候 他讓台灣經濟高度成長 他也讓勞動的實質工資成長率 超過10% 勞動所得大幅提高 這個都有數據根據的 第三個 李前總統執政的後期 其實他提出的借級用忍 這壯大了台灣 你看現在的台積電 現在能夠活這麼好 現在要居世界半導體第一 其實就是在當初 那聯電就是不錯 剛剛先去 當然聯電現在也不錯 但是這中間的種種波折 然後你看 他李登輝前總統 他說他退休後 他要去傳教 那個陳其休 他沒有亂講 指著你們剛剛提到 他真的 只是他沒有用傳教的名義 他到各地的教會去做演講 比方說他生前的最後這兩年的演講 他都講什麼 他在教會公開演講 他呼籲我們所有台灣人 就是說我們不要以先來後到台灣 台灣的哪個年代來做是不是台灣人的判斷標準 你看這話講得多正確多宏觀 也就是說我們要以認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是不是要以台灣的主體意識優先來做判斷標準 那我們不是說李登輝這個做法就截斷中國 不是因為中國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必須先講清楚 有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 血緣的中國 政治的中國 李登輝先生很清楚的 他就是帶領我們2300萬人 我們集體的意志就是說 歷史上 血緣上 文化上 我們確實跟中國有淵源 可是政治上 我們現在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也絕對不認同中共 我們是一個民主台灣 我們重視每個人的民主自由 人權平等的這個價值 我們怎麼會去接受一個 不是經過我們大家選舉出來的政權 由他來說三道四 決定我們的命運 所以這是非常清楚的 你很清楚 我就完全不同意 那民進黨 民進黨並沒有因為李前總統的哪一些 又不是說李前總統私下塞什麼給民進黨 不是 大家想想看 政黨補助金是正確的 難道要像國民黨那樣 繼續擁有過去黨庫通國庫 這樣不當取得的黨產才叫光榮嗎 那政黨應該能夠合理適度的 由國家的人民的納稅前國庫 那合理的來幫助政黨 讓政黨不必去向財團 向企業主伸手 這樣才對 這樣子的政治才會乾乾淨淨 大家的政策的擬定 或者我們推出的選舉的人選 也才能更為國家所用 站在的考量都會以國家的利益為思考 所以這是正確的 這是制度一大的變革 這是對的 那也不是民進黨受惠 所有之後的政黨 包括國民黨 你們也有領取政黨補助金 這是對的 來 這個老師剛剛您說要 我想王志堅當然都就是 站在他的立場講我當然是尊重 對 我們都尊重 剛剛講李登輝弄出個台灣 本土化之後台灣化台灣意識 台灣意識最後就是台獨意識 你會不會含混 台灣意識對你們來講是台獨意識 對我來講我剛剛前面講 李登輝原來是個左派 你左派的真正的台灣意識 是要以勞動階級 以勞動人民為主 你剛剛講到那一段 那一段剛好我天天在街頭 搞勞工運動 天天在對抗 我從當年《中國時報》的記者 然後去組工會 然後到後來 李登輝主政那十幾年 我每天都在街頭跟他對抗 經濟是有成長 分配一點都不公平 為什麼到時候勞工要起來爭 你看幾十年下來 今天台灣的貧富差距有更好嗎 你剛剛講只要表面講說 GDP什麼成長率 那個經濟的成長的結果 李登輝有真正 如果他的本土意識 真的是照顧到底層的人 今天的台灣社會會不會變這樣嗎 你剛剛講說 政黨不必這樣拿補助款 不要受資本家控制 台灣今天哪個政黨 真正能夠獨立在那個之外 前陣不是才講原東集團 每一個黨都給錢 超越黨派超越省級還是外省 他對民進黨給的不比國民黨少 照樣在後面控制 我剛剛更重要的是說 今天原來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中 什麼一定要把台灣的東西 跟中國的東西絕對對立起來 我不是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要超越兩岸 你要都站在人民立場 你今天有什麼台灣人恨中國人 然後台灣難怪 然後瞧不起中國大陸 你製造兩岸的對立 製造這個族群的對立 你們這種台灣意識 我最喜歡講 抱歉 台獨人不是台灣人 如何用到你們的邏輯 台灣人才不會有你們這種台獨人 這種糟糕的東西 我來補中一點 是中共先說 誰說留島不留人的 誰要血洗台灣的 台灣人的厚道 台灣人的寬容 台灣人從來沒有說要去消滅中國人 從來沒有 倒是他們講這麼絕傑的話 那你不要講這個 我就順著你這套再講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 要在台灣就要愛台灣 那如果幫中國說 幫中國說 要愛中國 可以啊 這是自由的 回中國去愛 我認為就是這麼清楚 要劃分得很清楚 你不要來這頭 今天站在原住民立場 所有的漢人 連我都應該滾出去 你要叫人家滾 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原住民 美國也有 可是你講美國人的主流三億 四千萬的美國人 當然是以他們的主流人種為主 不是這樣嗎 在日本也是每個國家都是 你怎麼挑起這種原住民問題 兩岸這個關係 是中國先動手的 那我告訴你 我有一次在電視上 也看到你講說 中國是個流氓 抱歉 這是你們台獨 中共 中共政權是個流氓 他沒辦法 中共政權不能代表 14億中國人 多數的中國人 六億中國人 現在所得 一個月 不到一千塊人民幣 我相信那些人 絕對不認同中共 好 我順著你這個邏輯好不好 就算你說 中共政權是流氓 王世健 全世界最大的流氓是美國 你怎麼不講 你只會講說中共是流氓 今天你該我講話 該我講話 你該我講話 你剛剛問我說 為什麼不說 美國是流氓 美國的走狗 去對付中國 中國有必要這樣搞你嗎 你講話是騙你半 全世界真正最大的流氓是美國 我來講一段 剛才王世健議員 談到經濟發展的時候 王世健議員剛才他引用的 從1992年到1999年 在那時候經濟成長是6.5%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你往前看 在蔣經國先生的 我們的經濟成長 就兩位數字超過10% 我在1985年 我在芝加哥參加一個經濟學會 當時就有一個諾貝爾的得主 他發表一篇論文 我忘了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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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peaker是誰 他說在經濟學上 我所得平均 就是貧富全殊啊 跟經濟成長 兩個條線是會有交叉的 他說在1985年 當時台灣 就是說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 跟所得平均 兩個是平行線 換句話說我經濟發展 是兩位數字 但是我所得平均也是最小的 你從1980年到1992年 我們去看那一段 那一段是輝煌的時候啊 為什麼李登輝接了以後就走下坡呢 都不能 然後這段是來的 �物 感谢观看